即是說,同樣地放這麼多的力度去學一件事 有些人就會去到高分 有些人可能就會低一點 但是透過努力,我們一定會去到某些標準 那怎樣為止一個有天分的人 其實在科學家的研究裏面 我們發覺跟腦沒有關係 簡單來說,音樂天分 天分就只是天給你 音樂天分自然而言 就是音樂有關的天分 音樂有幾個部分 我們先講彈琴 學彈琴,需要甚麼能力呢? 簡單一點 好了,這裡只有那麼少人 你答吧 你覺得學彈琴有甚麼能力? 要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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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記性也好 是嗎? 很好 我請個禮拜給你 謝謝你的餐 這些筆很好吃 就算漂亮也好 很好吃 即是說要記音 除此之外呢? 你答 為甚麼? 我都沒有學過 你答 交給你答 因為你學過 旋律感 旋律感? 好 好 我給你一支筆 這個給你嗎? 沒有 謝謝 哈哈哈 即是說 其實我們學彈琴 簡單來說 我們音種的能力就好 即是說 我們靠彈琴的時候 我就按一顆音 你聽不看出來的音 音種是怎樣的 沒有可能的 是的 非常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因為大句音 那種也更沒有 不過說 我們每個人 其實音種的能力 決定了我們學習的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好像是說 節奏感、音律 記不記得那個節拍 符號等等 還有一件事 彈出來是要用甚麼方法的 用手彈的 即是說我們的肌肉貼貼的 小肌肉的操控 有沒有能力 整體的能力 就決定我們一個人 究竟 音樂天分 或者這樣說 彈琴的天分 有沒有呢 其實就是看這些能力 即是說 如果我們用這些能力 很概括地 放進大腦裡面 我們很容易 想一個人 有沒有足夠的音樂天分 因為 學習 是大腦的工作 所以大腦人 都不一樣 如果就這樣 你去看那些課本 你會發現 就這樣看那些腦部 好像差不多 就好像人類的樣子 你的樣子跟那個樣子 是不一樣的 但你有沒有眼睛 有沒有鼻孔 有沒有耳朵 有沒有耳朵 有沒有口 大家都有那些東西 為甚麼會同樣呢 就是有輕微的分別 眼睛我們有少少不同 鼻孔有少少不同 於是者就會組合了一個不同的樣子 例如人的腦都是這樣 每個人的腦都會有少少的分別 而這些少少的分別 就會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差異出來 所以剛才提到 例如音準的能力 有些人 你按任那顆音 他都聽到不會錯的 有些人 按來按去 會碰到那些小朋友 很有趣的 這個甚麼音 很踴躍答 咪咪咪 他甚麼都是咪的 你按度 到T 他都不答咪的 因為僅重H 其實他聽到 他不懂分 但是他很主動地去答 每個人的答徵都不重要 所以腦就好像砌砌圖一樣 每個人的腦有少少分別 所以看清楚你腦的砌圖是怎樣 我們才能砌得對 當然 我們今天這樣講 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腦 形態是怎樣 很重的 不僅是我們今天上次 其實科學家從小 從我們很早期 有科學這件事的時候 就開始上次 有些解剖學家 我們想看看 究竟人的細胞 大腦的結構走到哪裏 會令到我們對某些學習 我們會 送學的天才 細胞是怎樣的 陰謀的天才 細胞分佈是怎樣的 一邊追溯 他就發現 原來我們還在媽媽的肚子裡 細胞一邊分裂才變成一個人複雜 而這個過程 其實大腦負責學習的細胞 我們是神經元 他就在第十三週到二十四週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 而他和皮膚是同一層細胞 所以 有個解剖學家 他就發現了這個關係 就建立了一個學說 叫做皮文學 這個學說是怎樣的呢 原來 看我們身體很多的文理 會看到我們一些神經系統的 一些建立的過程 而當中 在他的學說裏面 就告訴我們 手指紋 跟我們大腦一些對應位置的 神經元素數目 有關 那就是說 一個音準 原來就和負責聽音的腦區的細胞 多少有關 那腦區在哪裡呢 告訴大家 就是在我們左邊耳朵 對應的那個腦區裏面 就是在這裏面 這個腦區 我們叫液液區 什麼叫液液 三個耳朵 一個一頁有業區的業區 那個業區呢 其實就是我們負責音準的 同一時間 這個都是負責記憶文的業區 知不知這個莫扎特 我知道 學彈琴一定聽過莫扎特這個名字 聽過一些時跡 就說他三歲的時候 就聽到爸爸彈完一個音樂 聽完之後呢 他還可以彈出來 除了他音準難度之外 記憶能力 他有一次七八二六分子 之後呢 有一個人彈到一個彈完一個音樂 非常好 這個故事 我們都聽過很多 可能不是故事 應該呢 多少都有七八成是真的 那就是說他的能力呢 很厲害 很小的時候呢 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學過的 當然他環境很好呢 因為他父母都是音樂家的 你看一下 和他樂扎特的父母是怎樣 樂扎特的父母呢 很厲害 所以他經常都會接觸到環境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他很容易有機會去學習這件事 那就是說 有這樣的先天的優勢 再加上合適的環境呢 整件事就走了一個天才出來 之外 天才呢 不可以只是生出來有那個天分 我們都要配合環境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這個檢測裡面 在這個解法學家裡面 你會發現 我們只要檢測我們的大腦神經分部 我們就會知道這個人 或者一個人 其實他的學習模式 那就是說 如果音樂天分相關的 在這個腦區 還有呢 就是剛才說的 姿體動作節奏感 在頭頂這個位置 那還有什麼呢 剛才說的 是一個節奏感 平衡感 就是一左一右 這個頭頂的位置 所以呢 節奏感平衡感越好 其實這個 降頭的彈奏能力一種 當然啦 這個科學家說給我們聽 這個資訊呢 其實很簡單 原來就是由我們的細胞分裂 產生出來的結合 由我們的 胚胎開始建立 就是精子律子結合開始 其實一邊分裂 每個細胞 最終就會做到 我們一個獨立的細胞 即是譬如我們現在 眼睛 眼睛的細胞 但是它原本都是一個細胞 就是說它分裂了過程 裡面有一些 控制在後年人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 那個叫做遺傳基因 那遺傳基因 就決定了大腦的神經源 和皮膚的組細胞 那每個人呢 這些神經的痕跡 留在我們手指的指紋 裡面 解方學家也給我聽 哪隻手指對應哪一個獨立 簡單來說 剛才我說 這個是音準的獨立 就是我們右手的獨立指去對應 這個呢 就是我們聆聽能力的獨立 所以很多音樂很厲害的人 或者他們學得很快的人 通常那個音準的獨立都好 那就是這個腦區的神經 的數量有很多的一個現象 但是十隻手指加起來 就會有一個大腦的整體獨立 就當是 好像我們的大腦有多少空間 要知道 電腦有多少 你明白嗎 那電腦 是不是越多空位越好 阿美合佈 媽媽不知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電腦的手機 你買手機 是不是想買個容量大一點 對 容量大的目的是甚麼 擺多點東西 我們大腦都是希望 越多的神經元 其實我們就擺到越多 那就是說 學習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就是把很多信性 擺到我們的牌 這個過程正正就是我們所謂 記憶的產生 這個過程就是 每個人的大腦神經元的數目 會有些少不同 那 人開始多了 我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一般人 我們神經元的數目 在哪個範圍 有個數值 大概都是 有獎品 有獎品 你剛才叫了獎品 猜得的 一千萬 一百萬 一千萬 一百萬 一百萬 一千萬 一千萬 一百萬 只要有獎品 但不是全部人都是100億 有人多一點,有人少說得對 好像身高一樣,有人高人看 大家都在某些範圍裡面 而老科專家告訴我 大部份根據解託學家的研究 都是90億至140億這個範圍 我想問一下,在座大部份都是成年人 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億的貨品 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拿出來看的 問得非常好 有沒有分別? 剛才我們說過,這個是基因的貨品 即是說,其實與年紀無關 不過我見大人應該了解幾多 所以我是問大人 但有時候未必過 因為你有多少神經 其實你也會知道 你身高多少?可能你會知道 但你有多少神經原細胞 很多時候 我們都沒有特別的了解 但我們就開始了學習 即是說,如果用恩財師教去理解 我們沒有理解過自己 就開始學習 但一個人有多少神經原細胞 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這些細胞分佈成片才是最重要的 假設 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神經原細胞 其實跟大部份人相似 就當大家都一百年才沒有 但我們不會一樣的 因為我的學習模式 和你的學習模式 不會完全一樣 原因就是 十隻手指 對應了十個不同的位置 剛才說了 音準的腦 是右手的無名指去決定 即是說 一個人音準到我 看這隻手指的神經數目 對應代表的數目 有多少 越多 那個音準能就越多 但是聽到的音 不等於表達得出來 因為音樂就是一個表達 即是說 我已進去的東西 有多少能取得出來 其實要看大部的平衡之類 即是已進到 和出得到 加起來 才是一個完整的流行 所以分佈不一樣 我們發現 很多的 有很多千份 在某方面很厲害的人 其實他們有一個現象 就是他曾經緣 會集中在某一些腦區 這一個 這個是一種真實的案例 那為什麼要拿出來看呢 可能大家坐得遠一點 你也看得到 我們躺得 圈住這個位置 其實是我們視覺腦區 不是眼沒有眼 是我們視覺記憶的能力 越度的重度夠不夠 和圖像感夠不夠 那這個人圈住是什麼呢 我們去圈住的人 很強的腦推力 即是說 他大部份的神經元 集中在這兩個腦區 有什麼特別呢 一個視覺腦區功能很強的人 你就當你的手機的相機很厲害 你手機的相機很厲害 你會怎樣 整天拍照 會不會 你未必拍攝自己 拍攝人 拍攝景 你會喜歡認同 那我們怎樣形容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 中國人有四字成 二一 惡目不望 惡目不望 一惡目不望 都是聽法理的 但是惡目不望 就代表一個人的記憶很準確很仔細 所以 牧的意思 我們就知道 其實從我們去觀察 是看回路 但你當然 幫我加上去聽 那隻眼是記憶單位 記憶在路上 就記憶在一個圖像記憶的路 他這個人很喜歡看書 他放暑假 你也喜歡看 他放暑假 在家裡沒事做 我那個年紀 所以小時候這麼多人 在家裡看書 那放暑假做什麼呢 那我家裡看書 整個書櫃很大 那一本書 咦 還沒看過 中學二年級的暑假 就拿來看 看了一個暑假 看了 然後看了 整個暑假 一本書 那本書 那個年代沒有的年代 人都有 叫做 牛津英漢商界大字典 咦 字典 你知道字典是怎樣 紅色比這麼厚 2370年 我以前哪有同學看的 可能就是 可能是 看中文字典 大家興趣 看完之後 他看得很開心 看完又記得 所以考試不太好 這個人呢 糾靈 回口作文 回口作文 是怎樣的 記性肯定很好 對吧 因為回口最重要是考記性 那就是說 一個記性好的人 其實不只是用量大的夠力 他還要有一個主導的學習功能 跟回音樂的學習 他的聆聽能力越強 他的音樂的記憶就會越低 當然 不等於他的表演數 因為表演是什麼 肢體現跳 那個就是我們的大小肌肉 剛才說 頭殼頂那兩個腦區的功能 即是說 不同的腦區 就會做出不同的功能出來 將個人表現出來好不好 甚至乎 他採一個琴 彈琴的表現好不好 其實呢 除了練習之外 有很多跟大腦本身的特質有關係 簡單來說 好和不好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腦排列裡面有關 剛才說 入到不等於出到 有些個案 有些學習問題的個案 就是入到出到 出那個腦區在哪裏呢 你可以用指紋 在一個解法學家的研究 用來看 就是這四個手指 代表的腦區 就是在顏頭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表達腦區 而大部分 坐不定的小口 就是前面這個位置 其實神經元勢說太多 什麼叫太多呢 就不是說實際數字多少 而是他跟其他腦區的比價 剛才說 我假設大家都一百億這樣說 一百億 一百億 怎樣才算多呢 在前行園區 他看佔了多少 譬如一百億裡面 我有五十億都在這裏 即是一半在這裏 那我會變成我不平衡 那我不平衡的時候 我的特質就偏在一個很突出的腦區 以前的壓力區是什麽呢 是一個表達的主動性 所以很想說話的人呢 即是老師未問問題呢 他已經舉了手 我知我知的 又或者未等到老師 叫他已經走了出來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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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很多呢 其實當然在行為上面 我們會覺得這些好像有問題 但實際上呢 其實他沒有用 只不過是和一個大陸 泰國AVTING 停滅 那所以這一類的小朋友呢 他會尊重力和出現影響 但是他的好處是 因為他主動表達的能力 是我們人類進化的能力 即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呢 其實建立在一個社群裡面 社群最需要什麼呢 溝通 所以有溝通意欲的人呢 其實是可以在舞弦裡面很困難的 不過他讀書呢 就不行了 他拖累呢 就不創情了 那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的特質就是這樣 那如果套回到自己裡 我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音樂天分 那 那 我知道有部分音樂人在唱 那 你的音樂的奏藝呢 就很好 但是你發覺你的音樂奏藝呢 是建基於很多的斷念 但是如果 如果斷念 只是看天分的話 其實呢 我們就會看到 那個 學習的傾向 剛才說過 音準能力好的人 記性都會有 所以一個 音樂天分高的人呢 他一般的語言能力都會有 即是 語言是怎樣學習的呢 這個是香港人學語言的方法 是不是 應該是 教育局 教育語言的方法 但是 大部份 學語言是怎樣 聽關係 我們小時候 不是怎樣的 小時候沒有老師教過BB 這個是A 這個是B 我們聽媽媽跟她說話 媽媽 爸爸 是怎樣的 一直學回來 是聽的 我們所有語言都用聽的 即是說 音準好的人呢 語言的天分自然會有 即是說 不是因為你的聆聽能力好 你就一定要學音樂 可以學多元化的語言都可以 即是說 每個人的特質就會產生 他學習的時候 他們的偏向 那再呢 簡單來說 一個人是怎樣學習 要看一下大陸的結構 看這些學習問題 那些要用的結構 不過 音樂的天分是怎樣 或者為什麼要去找一個人的天分呢 因為 學習 有些時限 時限的意思是什麼 我想教過棒球的人都知道 所以 如果我一個不懂鋼琴的人 這個年紀 走來找你學琴 你盡量都不要收 因為一定學得慢的 一定收得過 很久了 這些 但是 每個能力的學習 速度 有些不同 譬如 剛剛來說 我們的音樂能力 最佳的開發時間 就是三次五次 所以你發現 很早已經有些音樂去啟蒙班 越早學 其實我們搶得越快 最理想 發揮的時間 就是五次十八歲 即是說 其實音樂的天分 如果我們發現到的話 其實我們都很值得發生的 例如數學等等 例如 例如 好像 蠻蠻蠻 開程以後 零至十五歲 是一個很好的開發 零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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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 在每個人的手指紋 裡面 就會找到 他們的結構 和平衡 那 怎麼做呢 很簡單 十隻手指 有不同的指紋形態 而我們知道 指紋 是沒有重複的 到今天 我們都沒有找到 兩個一模一樣的指紋 亦都因為 它是一個基因決定的特質 所以 它是永久成 不變的 你出生那一刻 到 臨走之前那一刻 基本上 你的指紋形態 是沒有變過 即是說 其實它對應 我們大腦的神經元分佈 如果你的腦 沒有受過傷害的話 你和小時候 大腦的神經元分佈 是應該人外的 即是說 我們有天分的人 就遲些行 其實應該都追得回 那怎麼看呢 其實指紋是怎樣的 現在過關 你家裡會用開鎖 用指紋開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沒有買那個數 對不對 因為那個指紋 其實 每個人都不一樣 它是在我們手指這個位置 我們十隻手指不同的形態 和它的指紋數量 就決定了我們的神經元分佈 剛才提過幾個腦區 那些腦區的細胞密度高低 其實決定了那個腦區的能力 但我們也提過 高低不是一個實際的數字 是一個比較的數字 即是說 如果我這隻手指有二十億的神經元 那究竟 我算不算一個陰準能力很好的人 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其他九隻手指 都是三十億的 這裡是沒有萬的 這裡只有二十億 這裡也三十億 那你當然是其他腦區快的 那我的陰準能力 就不算很理想 但是 如果我這裡是二十億 同樣地都是二十億 但其他腦區 都是十二三億的 那這裡沒有得出 那即是說 其實實際的細胞數目 在一個腦區有多少呢 並不決定到你那個腦區的能力高低 一定要看整個大腦 分布的情況 怎樣才是 指紋形態有幾種 一個就好像一個圈 一個個圈 這些形態通常擺到的細胞 會更多 所以我們發現 越多這些圈圈的人 通常會學習效果和能力 越好 當然看看在哪個圈圈 這個叫做 機型 三機 竹花頭的下方是一個蝦 這個呢 就好像一個橙 通常 這裡那個 線的數量 就會沒有剛才的圈圈 但都可以多 而比較少的 就會這些 很少出現 不過呢 在研究裡面 又發現了一件事 很多形容的人 抽象思考很猛 這一種的特質呢 人家和音樂有一個好處 他們學得猛 他們願意重複 所以呢 越多這些形容的人 其實他們的音樂感受 以及用音樂去表達情緒 的能力就很高 那麼 十隻手指都是這個形態的指紋 的人呢 通常都是藝術家 我們香港都有些著名的音樂人 他十隻手指都是這個 其中一個呢 就 我有些東西給我講的 就是 林冠廷 他十隻手指都是這個 指紋 那麼 他的抽象感受很強 但是呢 這一類的指紋 太多的話 學習到的速度 就會很容易 那就是說 他說 到今天呢 呢 毛先生呢 都未學會寫字 哈哈哈哈 很難想 所以他在香港讀書呢 很辛苦 後來呢 他就去了美國讀書 那有一次呢 他就要 present 那他就 想一下 如果要用全國的方法 present 就很辛苦 那他就想 不如作一首歌 跟著呢 就將要present的東西 唱出來 那有位老師聽完之後呢 很欣賞他的歌 跟著呢 帶著他周圍表演給人 那 那就是呢 發掘了 他有一些 很好的先天靈靈在那裡 那就是說 其實呢 每個人的先天靈質 就是要看下 有沒有人這麼巧看得到 那如果沒有這麼巧 遇到那個 老師呢 他會跟我說 那是一筆黑人的老師 那如果他遇不到這個老師的話呢 可能呢 我們今天就會少了很多音樂 電影的音樂 因為 我會跟他作很多電影音樂 可能大家知道 可能大家知道 知道 知道 是那些音樂 會出名的 那些80年代 90年代的音樂 那 每個人的特質就是 很多時候 現在呢 我們會贈過 等一下究竟有沒有人 發掘到你的特質 就是我們說千里馬 都要遇到白樂 但是白樂在哪裡呢 不知道的 不過今天呢 我就嘗試一下做這個白樂 因為每個人的靈質 既然 解科學家說 在一個指紋裡面玩 那就是說 可以用大家的指紋 去看到 你的大腦結構 有什麼優勢 不同的形態呢 他的大腦神經 的數目 會不同的 剛才說 就是 抖型紋 比較少一點 就是基型紋 最少的 就是 黃色型紋 那這三種大腦的 類型的指紋 就會產生了不同的 形態 而學習的模式 也會因此而改變 那麼 抖型紋呢 我們會認知 很常見 特別在 中國的社會裡面 怎麼形容這個特質的人呢 他們的細胞數不多 很聰明 很聰明 中國人都 在國際上都有名 聰明的民族 不過呢 就有一個特質 有自我一點的 自我的意思呢 當然有些負面的說法 也可以正面的理解 通常自我的人呢 他著重自己的思維 自己的修煉 就是說 中國人呢 經常都講修煉 閉關和外國 閉關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不要搞我 我自己搞定 不用談的 但是外國人呢 就會是這一種的經驗 經驗更多 然後分享 透過分享 互相了解 去學習 那就是說 人生的形態 在我們